海陸豪華米粉湯 蝦頭的鮮味跟 煙燻脆腸的這個風味結合在一起 當宵夜吃剛剛好 只要選對幾個好的食材 就可以在家裡 很快的複製出一個 媲美五星級飯店等級的高湯 我今天就拿常見的 超便利買得到的 市售炒米粉 來做一個 海陸豪華米粉湯 我跟你講 我每次晚上下班的時候 我都想來一碗熱湯 有湯有料 然後又要好消化 因為你大概吃完 兩個小時之後 就要睡覺了 對 那吃什麼最適合呢 炒米粉 因為米粉你白天吃 午餐吃晚餐吃 常常會很快就消化 但其實你當宵夜吃剛剛好 但是 我在吃炒米粉的時候 我就覺得吃完很鹹 都要想喝一點熱湯 所以我就很生氣 我想說好 那我們就來升級 這個炒米粉 變成一個豪華海陸的米粉湯 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先準備一個 有點深度的平底鍋 或者是你加油雪瓶鍋更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來炒我們的蝦頭 切記不要把蝦頭漿壓出來太多 會壓到那個 內臟味比較重的一些地方 就把這個蝦子倒進來之後呢 輕輕的慢慢的炒 炒到它變紅 慢慢的出漿 不需要特別去壓它 中小火炒到它香氣都出來 因為你現在在加熱 它鴨頭 是鴨頭 刮 刮 刮凍三鴨頭勒 它蝦頭裡面其實是封閉的狀態 但你一旦熱的壓力 到達一地的程度 它最香的地方會先幫你推出來 但你如果硬去壓它的話呢 會壓到一些可能內臟啦 或者是一些 味道比較重的一些部位 對對對 不要趕時間齁 美味的料理都是需要時間來淬煉的 稍微的可以補一點油 炒到它整顆蝦頭都上色 就可以停了 好 你可以看到 我在一直翻炒的過程中 它裡面的蝦的膏啊 被你擠出來 有點像蛋白 因為它這時候熱度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是要這些來煉這個蝦湯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準備一個 米酒 大概一碟的量 去把這個蝦膏的味道煉出來 再加入脆腸 為什麼要加脆腸下去煮呢 因為脆腸有這個特殊香氣 煮一煮也會有這個類似高湯的風味 這都加一碗水 你的一碗就是你待會要吃麵的那個碗的大小 煮滾大概給它煉三分鐘左右 把湯濾出來 再來煮這個米粉湯 是的 經過三分鐘漫長的等待呢 這個湯已經是 鹹濃於我 我濃於你 然後 這時候把火關掉 我們把湯濾出來 我們用原鍋來煎這個蝦子 把它煎香 那一點油就好了 蝦子放進來 一個人吃會不會太多汁了 這宵夜好高 宵夜很高級 今天是為了擺盤擺那麼多汁 如果你在家裡的話 我覺得大概三隻就差不多了 好這個時候先淋上我們的烏醋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炒米粉 稍微把它拌炒一下 蔥段也把它加進來 然後娃娃菜 以及我們剛剛的高湯 這時候加蓋 煮到這個蝦跟菜熟了 就可以盛買囉 開錄了開錄了 幹嘛炒我吃宵夜啦 豬肉好味 他剛投進一顆酒而已 好啦 想不到吧 用超商的這個炒米粉 就可以變成一個 飯店版的豪華海露的米粉湯 只要選對幾個好的食材 就可以在家裡 很快地複製出一個 媲美五星級飯店等級的高湯 這樣子你學會我的配方了嗎 那我們就下次再來升級 其他不同料理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 之後 這次 就